今天的第一个作业要做页源的长度估算 那么当然就先打开叶子的这一个档案 那因为要做长度估算呢 所以我们显然要告诉它scale的事情 我们就把它框找到两个刻度 它的长度是一公尺 那接下来在analyze的setscale这边告诉它 这个叫做不是一公尺 这叫做一公分 OK好告诉它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处理这个影片的影像部分 那首先我觉得把它变成8bit的黑白 它是更容易处理的 变完之后要adjust这个地方 去把我们要的部分框出来 好现在大概就是把叶子整个包起来了 然后再按apply 那因为这里包含的影像变成除了叶子之外 还有饼的部分 那我用一支饼 把它的饼这个地方给 画起来 所以现在这边就变成一个封闭白色的 是叶片的部分 接下来用魔术棒工具把它选取 就会有一个 叶子的这个边缘的部分 叶子 黄色的部分就变成叶缘的部分 接下来呢 再把它选取的地方 转换成 转换成 line 好 那这样子这一圈的长度就是页缘的长度了 接下来最后用Ctrl M 就可以算出来页缘的长度 就在这边了 好